我現在是要做一件對我來說非常之難做的事 就是講一下我自己有什麼特別的事 因為我整輩子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自己都是一個非常之平凡的人 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以講 很可能因為我從小到大 但是每一件事都好像有人幫我安排了一樣 就是大部分的事都非常之順利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直都沒有碰過什麼特別的困難或者挫折 所以我自己覺得一點特別都沒有 說到結婚終身大事 我也覺得我自己跟其他人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記得我要結婚那一陣子 到差不多要行禮的時候 我的心都還在想著 我有沒有選錯太太呢 我結婚之後會不會後悔呢 但是等到我結婚之後 我發覺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 因為我有一個好好的太太 而且我現在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兒子 她今年已經是兩歲多了 而且已經入了嬰兒班 她在嬰兒班裡學到的東西 我記得我在弟弟的時候 根本都沒有學過的 還有我看到我的兒子每天這樣長大 好像我看到我自己在弟弟的時候長大一樣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開心 有心我心也不想說 你想別人怎麼救我 有 minim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